台北学行大侦破了一起假借重建寺庙的名义诈骗信众的案件 为在台中的万佛寺住持常识法师 他居然涉嫌从民国91年开始 假借重建庙宇的名义诈骗信众高达新台币28亿元 外传连一位前知名的主播也受骗了 信徒说不还钱要下地狱是不是 感恩前为什么要遮掩 第一次头不发一语走在最前面个头交手的比丘尼 就是涉嫌在八年内诈骗信徒总计额高达28亿元的常识法师 本名徐宾云的常识法师 假借重修921地震被震垮的万佛寺民意 逗住向信众借钱募款 其中不发许多商界名流 包含中部某知名酒店的董娘 甚至会传联前知名主播许浩平都在诈骗名单当中 受骗的民众最大单比是将近新台币5000多万 是一位台商 求证许浩平本人手机并没有开机 而光是一位台商太太就被骗走了5000多万 常识法师在每年举办的水路法会时 都会找来工人施工做做样子欺骗信众 若信众行神怀疑要求法师还钱 还会遭到恐吓 信徒要钱的时候 他就以说你是在诋毁这个出家声众 会对入这个18层低 他们的那个新盖的那个佛的一个山坡地入口 插上新建地界的牌子来欺骗信众 警方说来证物当中 贺贺的名册好几叠 金额动辄高达了上百万 这些比丘尼把佛教寺庙当作了自家的家族企业来经营 拼来的钱就拿去买豪宅 出入还有名车代步 出家人本该六根亲近 无欲无求 只是这几名比丘尼 空有一身出家人的外貌 私底下的生活却极尽奢华 甚至欺骗广大信众 最无可舍